法国大革命爆发 路易十六的死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 玛丽王后在国内有着赤字夫人之称 据说她成为王后以后穷奢基于 挥霍无度 法国的国家财政达到了无法运转的地步 法国人民在她的压榨下 无法过上正常的生活 最终才导致了大革命的爆发 玛丽王后巨兆 那么事实真是这样吗 玛丽王后是怎样将法国财政经济掏空的呢 自十六世纪以来 法国与奥地利不断的爆发间隙性战争 到十八世纪中叶 法国与奥地利签订了一个和平条约 希望以和期的方式来平息干戈 当时仍是王子的路易十六将会迎娶奥利利玛丽亚特雷莎女王的一个女儿 按照计划 路易十六的结婚对象本是玛丽亚约翰娜 但约翰娜却在1762年阴天花死了 玛丽安托瓦内特随即替补姐姐成为了路易十六的结婚对象 玛丽离开维也纳时还不满十五岁 还只是一个对一切都抱有美好幻想的天真小姑娘 而路易十六不仅温柔善良 还为人宽厚人词 难以想象 这两个看起来十分美好的人 却造成了波唐王朝的覆灭 玛丽刚刚嫁过去的时候 法国民间就流传着 夫妻二人在私生活上存在问题的说法 不过 宽厚的路易十六却并不介意 对待这个年轻的妻子 路易十六用尽了一切办法来冲 而他自己所有的剩余时间 则都放在了机械研究上 众所周知 路易十六是一个机械天才 对所欲尤其钟爱 他曾在凡尔赛宫里 专门建造了一间法国最高级的五金作坊 这间作坊有近百平方米的大小 里面的墙上 挂满了各种工具 能够制造出最精美高级的 所据 路易十六曾认为 断头台的斩刀四四方方 很有可能会延长犯人的痛苦 为此 他专门改进了一种三角形的扎刀 但没想到 在几十年后 这样的扎刀 用在了自己身上 路易十六和玛丽王后 展开全文玛丽 成为王后之后 并没有成为一国之母的觉悟 在勾心斗角的王室里 玛丽的心思 全然没有放在王室的经营上 相反 仗着路易十六的宠爱 他将无数名贵的珠宝和石装 不停地运进自己的寝宫 他不断地举行舞会和修筑宫殿 但凡路易十六感到为难 玛丽都用撒娇发展的方式 来达到自己目的 比如 玛丽曾哭闹着 要修筑小特里亚农宫 这座宫殿最终花费了七十多万法郎才得以完成 而这笔钱 放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 玛丽纵情祥乐 也让一些势力小人得到了羡慰的机会 凡是对他一奉承的人 玛丽都会帮助他们 毛取到巨大利益 比如波利那夫人 就通过哄骗玛丽 而从法国国库中 为自己的家族骗得了五十万法郎 后来复辟的路易十八 也就是普罗望斯伯爵 也是这些羡慰者中的一员 在玛丽奢米作风传开的同时 法国的经济却濒临崩溃 民间百姓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在后来发生的项链事件中 玛丽莽撞地下令处死红衣主教 她的声誉 也由此跌倒了谷底 1789年 巴士底监狱被攻陷 法国大革命正式爆发 玛丽支持路易十六拒绝召开三级会议 并且打算借用奥地利的力量 镇压法国的革命 玛丽的行径被法国人认定为是叛国 愤怒的法国人 在1792年8月发动起义 彻底推翻了波唐王朝 法国大革命路易十六和玛丽 先后死在了断头台上 客观来说 法国经济的崩溃 玛丽确实要背负一定的责任 但她却也不能算罪魁祸首 实际上 从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年代起 法国的经济就已经存在严重问题了 路易十四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君主 但她也是一个浩大喜宫的人 比如她大肆休凡尔赛宫 就耗费了无数的人力财力 并且在她执政期间 还曾发动了遗产战争 法河战争等多次大战 战争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这在路易十四瓦西就已经开始显露了 接替她继位的路易十五上任后 不仅没有解决路易十四遗留下的经济问题 反而在执政惋惜 更加穷奢金玉 生活糜烂得一滩糊涂 法国经济问题因此进一步加重 千费们遗留下的问题 在路易十六时期 不停地被放大 最终才爆发了大革命 只是可怜了路易十六这样一个软弱的老好人 他遭受了不公平的果报 包括她的爱好奢侈的女人玛丽皇后 也跟着成了替死鬼 参考资料 断头忙后 法国通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